台南安南区工业七路一间纸容器工厂 11号上午10点多惊传公安意外 一名罗姓工人操作机台不慎 右手掌惨遭卷入机台 也造成严重的碾压伤 锦销赶到现场使用美棒热切割机台 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终于协助伤患脱困 紧急送医之后 这名工人生命迹象稳定 锦销抵达纸容器厂赶紧测试美棒 一切准备就绪 打火弟兄立刻以切割机器热切割机台 原来烧岛前工人的右手掌 不慎惨遭机台卷入 就怕切割过程引发注容意外 锦销人员谨慎小心 只差那么一点点就切割成功 无奈救援过程可没那么顺利 确认再确认 费了一番功夫终于成功将机台切割 所以有锦销也顺利协助伤者脱困 事发在11号上午10点多 台南安南区工业切入的一间纸容器厂 当时一名罗信工人一次操作机台不慎 右手掌踩到机台卷入 也导致他严重碾压伤 锦销货报抵达也看情况危机也当机立断 使用美棒热切割机台火速将伤者救出来 伤者经皮肤后生命真相稳定 右手掌脱困经初步包扎后送往医院救治 好在罗信工人生命迹象稳定 治疗后没有大碍 至于机台作业有无违反职安相关规定 尽管有待进一步厘清 但锦销即可救援协助男子脱困 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 接下来欢迎订阅长报道